如果问我三星最喜欢哪个机型 我一定回答你我手上这台S20加 如果问我最期待的三映手机 那一定是明年即将发布的S24加了 没错是S24加不是Ultra 那么我今天就来说一下为什么 在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你买的S23或是S23加 就是真的三星旗舰吗 或是我来告诉你 如果你买了S24 Ultra的话 你将获得首先多一个镜头 10倍的光学变焦 可以做到最高100倍的变焦 就是大家玩的最欢的那个超级原色望远镜了 还有主摄从5000万直接干到2亿像素了 这个主摄我之后再说 三星其实在这上面有的更好的布局 当你升级到Ultra之后 你就有了2K加120赫兹的顶级曲面 对比1080的分辨率 又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最重要的是4G的额外运行内存 你发现吗 如果这么一对比 S23 Ultra是不是还蛮值得的 这个不是这个视频的重点 但确实大家一直说的 买三星只买Ultra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你其实买到的是一台Note Ultra 它可以是你一开始的目标 更有可能是你被定价阶梯推到了顶部的结果 那么定价阶梯是什么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一开始的预算是5000 想买一台S23 然后发现256可能不太够用 那么就看一下512的 然后又发现512的价格都能上个23加了 那么再开始看23加的512的时候 又发现8G好像用不了几年 在最后一看只有S23这个选项了 最终你发现价格可能跟你的预算 已经高了一倍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你和三星的一个博弈 同时S23系列的销量最终来看 也呈现了这样的两极分化 今年的前9个月 三星的S23系列的销售来看 S23Ultra占据了绝对的大头 剩下的就是S23 还是S23加 好像是明年的S24加在定价阶梯上面 会有更重要的作用 画教系是它依旧可能还是一块定价的工具 技术如此 它依旧有着非常重要的存在的价值 故事回到4年前 当三星刚发布S20系列的时候 可以说整个手机圈都为之一阵 全系搭载了12极的内存 加上120Hz的高刷屏幕 甚至到现在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骁龙845 8K的视频拍摄能力 顶级的屏幕 绝对是当年一个华世代的产品 随着S20一起来到的 也是三星第一次把Ultra带到了S系列上面 20系列有着很多的创新 也有很多的扯单的设计 比如说当年为了迎合奥运和8K的电视 提供了8K的拍摄能力 2K加120Hz无法同时开启等等 至少在当年来说 S系列还是三星全力以赴的 至少到了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了 我的S20加依旧在福利的原因 我很喜欢当年三星的那种创新 和业务于时代的魄力 但随着21系列的发布 一切开始变味了 这个所谓的定价阶梯 开始逐渐的疯狂 从无理上就直白的告诉你 要顶级的体验就直接上Ultra 大刀直接把逐渐已经成为标准的12G 在S21 S21加上直接砍到了8G 屏幕2K的选项堆给你干没了 然后优良传统 直接到了2023年的S23 S21 S22 S23 或者是加是真的不好吗 倒也不是 只是那种故意的定价阶梯和差异化 让我们这种不喜欢Ultra 这种又大又厚的人 确实没了选择 然后又伤了心 最终只有三个局势 说白了 就是买更贵的S23 Ultra 或者忍一忍退一步买个S23 甚至直接就去苹果阵营了 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加的型号 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存在感了 甚至是在8G的Ultra面前 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 别急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明年即将发布的S24加 即将搭载12G的储存 结果认为是三星最明智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样的进可攻退可守 这个定价让三星可以从6000到1万 整个价位段都能有选择出自己适合的产品 记住是相对的 简单来说定价的阶梯 变得更加不容易叛变 我们再来走一遍 刚才23的定价阶梯 刚刚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初始只有6K的预算 我发现24的256好像不太够用 那么来看一下512的 发现这个价格都能满上24加了 再加上几百又能上到12G 好像还可以 这个预算再加上512或者是直接降到12G 也不是不行 可以发现吗 原本只是认为S24加就是一个放大版的S24 会在这个阶梯上成为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 甚至可以在这个阶梯上还能上一下512这个选项 这就是三星这次定价聪明的地方 让小杯中杯超大杯都有了更多的存在感 而且在每一档都能做到upsell 说了那么多 可以看到S24加 为什么我会上面说是一个工具了吗 话说回来S24加增加了4G就可以拖它换骨了吗 其实不然 但是会让很多像我这样子没有预算上Ultra 但是就喜欢一款 不是那么巨大的手机 但又希望续航和性能都有个平衡的人群 其实这样的人群还是比重小众的 说实话S20这样的神迹 已经逐步的淡忘在时间的场合里面了 未来三星也依旧不会砍掉加这个系列 更不会为加去做任何恶的创新 因为说到底它只能是一个S24加 而不是一个S24 Ultra减 我一直深信喜欢加的新粉是三星最忠实的那一批 也是最无奈的那一批 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么2K会不会出现在S24加上呢 想什么呢 这种8G的S24U怎么卖呢 但是至少S24加在事隔4年之后 始终能看到一点点S20加的影子 因为单独从21到23系列的加来看 除了电池大一点 屏幕大一点 请问还有什么区别吗 三星用户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等待 一直希望能看到一款 如S20加的这样的神机在线 虽然大家都已经学会了在失望中 依旧默默的支持 但是这样的单方面的等待 又能承受多少次的失望呢 虽然希望不大 我还是希望三星在S24上 能够定制一款为中国而生的12级的S24 或者16级的24Ultra 毕竟W系列的定制其实没有那么难 只是想不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明年的S24加这个型号 是我更期待的 因为它让像我这样的三星用户 多了一些选择 还是那句话 我理解三星差异化的设计的初衷 但是我还是希望国行版能够出现一款小钢炮 不是8G不够用 而是在2024年的8G 诚意是不够的